操作这个操作呢就是对数据处理啊 还有一些图形啊 还有简单的一个数据查看 那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 虽然先先已经介绍了 我现在主要负责是我们部门的一个交付 交付的话有一个流程设置 还有一些分析的思路设置 还有一些项目的安排的 然后呢我是毕业于哈尔滨尼克大学 这也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 那我就不多做介绍了 简单介绍一下我现在主要去 今天想给大家讲的内容都有什么 第一个就是说一个常用的功能 就像咱们的XR里面 比如一些排序啊筛选去筹 还有一些替换 这里面我还会特殊讲解两个 就是叫数据透视表和条件格式 数据透视表呢就是利用XR 去进行一个数据统计 条件格式就是说我通过颜色的一个 渐变或者颜色的设置去看一些 我特别关注的一些数据 然后第二种就是说一些常用的一函数 我这里面主要讲解三个函数 还有后面是讲解了一个定量值的计算 其中有三个函数是VLOOKUP 这是匹配两个数据集 或者多个数据集的时候 使用到的 还有CounterF 它是一个技术 我们单元格里面的各说的问题 然后F与G 这就是简单的平常也判断 然后还有RatualP值的一个计算 第三种呢就是说 我们应用XR去画一些 我们标准化交付里面有一些常见的图 像柄图啊 调形图 还有我们柱形图 相应图 还有我们的火山图 因为火山图经常老师们给我们提出说 你们帮我画 其实实际上我们用XR自己画 而且自己根据自己的审美 就能画出很好看的图片 那我现在就简单 去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XR的一个功能区域 就是我们经常会用到的 第一个就是开始区域里面 有一个条件格式 这是我刚才介绍的 还有一个就是排序和筛选 就在这里面也能找到 然后查找和替换 这是我们经常在使用的时候用到的 第二个就是说 我也介绍了一下排序 排序和筛选 我也可以通过在数据这里面去查找 然后还可以这里面有一个删除 重复项也就是去重 然后这里面我还特殊标注了一个叫分裂的 分裂的时候有时候会用到 就是我们一列数据里面 有多种的数据信息 那我们想要去逐列去看的话 你要是在一个单阳格里面查看比较麻烦 那我们可以根据它的一个规则性的东西 去给它分成多列 那这个今天是没有讲解 但是大家会后可以自己查一下 然后接下来的一个就是说到 数据透视表所在的区域是在插入 插入整个框框的位置上 基本上大部分都是一些像插入图片啊 还有我些数据透视表统计图 还有一些我们想要画图的一些工具都在这里 然后我还提供了一个写图这里叫冻结窗格 这个冻结窗格是便于我们把守航冻结 或把整个文件的某个区域去冻结 便于我们查看大量的数据后面的信息 好 那这个功能区域就简单介绍完之后 那我们进入第一个主题 第一个主题就是常见的功能 排序筛选区从还有替换导 那我们现在先简单 由简单到难讲一下 排序 那排序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我的第三个区域这里面 有升序降序 这个是单独针对一组数据 这是一列数据去弄的 然后假如说我是根据多数据 多种条件去筛选的话 多种条件去排序的话 那我们这里有一个提供的自定义排序 这个自定义排序就可以提供多条件的筛选 那我接下来是用一个简单的录屏 去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个录屏我简单 就是我这个数据呢 是我自己人工造的 那我这里面看我的第四列 其实是我已经给备注了 就是说它的差异性up和dump 那你看它up和dump它是分布比较不均 那我现在想把up和dump放在一起去展示 同时呢由于我可能相同的蛋白 它不同的位点属于相同的差异类型 也就是up和dump 我也想把它放在一起 那这个时候我就可以通过自定义的排序 去把它排序在一起 那第一个关键字就是我的第一列 叫regulation fc2 然后第二个就是根据我的第一列 protein session 那我现在点击视频给大家 我这得 我是鼠标不好用 是这不能放 我得给它退出 诶 退出是不能录屏吗 那我现在先通过视频播放 大家简单看一下 我现在先选择开始去选择定义排序 然后我这里面添加条件格式 添加条件 然后就去增加我的筛选关键次 然后这里面我不说了有两个信息关键字 那我就添加第二个次关键字 首先我们去选择我的主关键字和次关键字信息 那选完之后 那我现在说我想把主关键字的up和dump放在一起 而且编写查看的话 那我就采取降序的方式去排序 那至于我的前端的蛋白名称怎么去排序的话 可以不用管 那我们就给大家看一下 我把up和down的现在排在了一起 然后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 我们同一个蛋白上的不同的位点 它的差异属性相同的也会排在一起 那这里面我就大家看一下我这块鼠标也往下拉了 那拉完之后我的手行看不到 我就不知道我这每一列代表的是哪个样本的定量信息 这也不编写查看 那这里面我就介绍了我的冻结窗口这一个工具 就是我现在选择我的手行去选择我的 等一下 选择仕途这里面有个冻结窗格 这里面有一个冻结窗格是针对我冻结一部分 还有我冻结狩猎 冻结手行我们经常会用到的是冻结手行这一个 这样是我在往下拉的时候 看我的手行是被动结之后我就可以看到 我拉到下面某一个差异某一个位点 我就可以看到每一个样本里面 它的定量信息和它的表达指导 那这个排序讲 讲了之后 那我们接下来去讲下 这个筛选 筛选了这功能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的功能件就在这个里面 第三个空 这个筛选其实我们最常用的什么 就是筛选 我通过某种条件去筛选符合我的要求的差异蛋白 或者是我关心一些功能相关的蛋白 但是我不知道在我自己鉴定的表里面都有哪些 那我可以通过我们的报告里面的第四个文件夹里面 我们提供了一个蛋白鉴定列表的功能注视信息 那这个表里面不仅包含了它的功能信息 同时也包含了我们每一个比较组里面的定量信息 那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表里面去筛选 我看一下 如果我当时实验设计的时候 有两个实验处理 它有一个同样的对照 我当时设置比较组的时候 也设置了两个实验组 都和它的对照组比之后 我可以看一下 不同的处理 它们之间有没有共同变化的差异蛋白 那这个我就可以通过筛选的功能直接去直观地去看到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 假如是我关注某一个通路 我想看一下我鉴定的列表里面 有哪些蛋白在我这个通路里面 也可以通过筛选的这种方式 那我们报告里面 基本上都是针对差异蛋白去做的嘛 那当我的差异蛋白 你想给出的结果里面没有想要的话 那你可以通过我们差异蛋白的一个功能注视 去进行筛选 那这里面我其实通过视频介绍的话 就是说去通过条件筛选 筛选到我的差异蛋白 这里面我的举例是筛选FC为2的差异蛋白 大家先看一下我这个提供的数据 有一个Ratial和P值 那我们要筛选差异蛋白的话 那就要满足两个条件 首先就是Ratial一定要小于0.05 然后Ratial的话 那我的差异倍数设置为2 那它大于2的时候 它是一个上调的蛋白 当它小于0.5的时候 它是一个下调的蛋白 那我们可以通过筛选的方式 去进行标注我的差异蛋白 首先我找到我的一个筛选地方 筛选完之后 我点击这个三角号 就可以添加我自己的条件 那我们这里面可以看一下 如果数值型的话 我就按有一个数字筛选 这里面有选择很多种 大于小于等于或大小等于都有 那这里面我们选择大于2 然后同时筛选它的P值小于0.05 那这样我的上调蛋白 我就筛选得到了 那我可以增加一列去备注一下 它是上调蛋白 然后这块有一个 就是选择第一行的第一个单格之后 这块有个十字 我可以往下下拉 就可以把它铺满 我符合筛选条件的所有的行 那接下来我再筛选下调 也就是说把我的瑞兽值条件改成小于6.5 那删案之后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表格处于筛选状况的话 它可以看到左侧的这个行的行标 它其实是属于蓝色状态的 那当我解除它的筛选状况的话 它会恢复它的黑色 怎么解除呢 就是我再重新再点一架筛选这个功能 那这块讲解就到这 筛选讲完了 那我们接下来去讲去虫 去虫的话就是说 我们现在应用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的修饰数据 修饰数据我们针对的 都是展示的修饰位点的信息 那我可能有一个蛋白上 有多个修饰位点 那我就要想看一下 我的鉴定的这些修饰位点里面 包含了哪些蛋白 那我就可以针对我的修饰位点 数据的第一列 它去进行一个去虫 那假如说我的 把我的一个表格 是有多个数据来源的数据 组合到一起的 它可能有一些重复的数据 虽然我拼接到一起了 但是我这存在大量的荣誉 那我想去虫的话 那我就可以全局去虫 那我去虫的话 就可以在这里面 选择数据部分的一个 删除重向 这里面可以选择区域 那我通过接下来的视频 给大家讲解一下 这个视频呢 我就是因为这数据 是我自己拼接的 那它就是我这复制了两遍 所以我现在先简单 第一种就是针对第一列 我去看有哪些蛋白 那这个的话我可以选择筛选条件 这里面可以看有两种情况 一个是扩展选定区域和 以当前选定区域 那以当前选定区域就是说 我要固定我的这个区域去进行去虫 那我这个第一个条件 我就应该是选择当前区域去虫 那我看就只有两个蛋白对吧 那接下来我要去针对整个这个数据 机器去冲的话 那我就选 也选择第一列 我可以再去像刚才的操作一样 选择扩展区域 那它就会针对我的全部区域 这个介绍完了 那接下来我就是替换 替换这个呢 我在工作中使用的最长的 就是说我去想去匹配一个蛋白 它的一个基因名 或者是它的描述 那我从数据库里面去提 有时候我可以通过代码 那我方便的话 就直接自己去进行替换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说我自己公司提供的一个红蛋白组 红蛋白组的话 它会有多个物种去进行送货 那我不知道我得到的表格里面 到底有哪些物种信息 我可以通过替换去除不需要的信息 保留物种信息 我就可以去看出我有哪些个物种 那这里面我其实举的一个事例也有 那我现在给大家特殊 其实还有个强调的点 就是虽然我在这块找到了听话的位置 这里面有一个最需要注意的 就是五这个位置上有三个构选框 那我这里面常用的是一个区分大小写 还有单元格匹配 区分大小写 顾面思义这就不用说了 那唯一这个单元格匹配的话 那我就要强调一下 就是说我当去找一个 Label Free的项目的话 我们提供的FQ Intensive值或者IPAC Intensive值里面 有每个单元行有大量的零存在 那我想要去除这些把单元格里面的零替换成空白的话 那我这里面选择查找内容选择零之后 我如果说不点击单元格匹配的话 它会把我这个整个单元格里面的所有的零去替换掉 那会影响其他数据的真实性 那我这时候就要勾选单元格匹配 也就是说单元格匹配这个条件是要我们再去替换的这个目标的话 是占满整个单元格的 那接下来我通过一个视频讲解 这个视频是我简单的一个拼造的一个数据 就是说我用了小鼠和寄生虫的一个物种信息去构建了这个数据 那我现在想去针对F列去保留它的物种信息 然后看一下每个物种里面它有多少个蛋白 有多少个位点 那我现在去可以观察 我现在先看一下找到替换这个内容 那我可以先观察一下我这里面的规则 就规律性的东西 我可以看一下我们每一个它蛋白描述 它都包含了OS等于后面都是它的物种信息 那前面的东西不管是什么 那它前面我都可以用统一的通辈符 那我这里面就有一个星 星就是米子见的那个星 那这个星我就可以代表任意字符 那我这里面可以替换就是星 然后空格 然后再加上我的OS等于 我把它 这块我就保 这块写完之后 那我现在想替换成什么呢 我现在想保留OS等于这个字符 那我就把它替换成OS等于就可以了 那我全部替换 就可以看一下 我前端的一些功能的性的描述信息 全部替换掉了 那接下来我可以看一下后面的信息 什么OS是一个物种的ID 那后面我也可以把这边的信息全部替换掉 也是变式相同的 那我就可以选择一个空格OX等于星 那我就把后面的所有的信息全部替换掉了 那现在保留的 就是我现在剩下的物种信息 那我接下来进行一个去排序 就可以把我自己同一个物种里面的信息放在一起 那这个替换说完了 那接下来就讲一个数据透视表 数据透视表常用的就是说我的零层化数据 对吧 它有多个氨基酸发生 那我可以去统计一下我自己的鉴定列表里面 每一种氨基酸我鉴定了多少个 还有一种就是说我们自己有功能注释嘛 那我可以看一下我某一个功能里面 它的蛋白或者休息位点有多少个都可以的 那可以看一下我的右侧这张图 这张图我可以 这就是一个数据透视表建立之后我可以去生成的一个东西 我这里面这里面一共提供了三维的信息 行列以及筛选筛选就是第三维的 行列这不用说了就是横增做表对吧 那我这块还有一个值 值的话我可以点击下这个倒三角去选择 它是技术啊还是加核啊 还有一些其他的计算 那我接下来就是把我现在力图的这个表 给大家用视频的方式去展示一下 选择插入数据透视表 然后我这里面有一个就是说 我把数据透视表是放在新的表格里面 还是放在原来的区域 那我现在是放在了新的表格里面 我现在选择我要统计的值是蛋白的ID 但行就是整对的氨基酸 列就是我它的差异类型 然后这块筛选的话 我现在想要去看一下我的每一个通路里面 包含的修饰位点的个数 差异修饰位点个数 那我现在这块基本的一个统计弄出来之后 我现在想看一下每一个通路里面 我就可以点击这个倒三角去选择 我想关心的通路 那接下来就是条件格式 条件格式的话就是说 我关心某一个样本 它的表达的一个差异性 就是说它高表达低表达都有哪些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说 我看一下我不同组之间 它的表达的一个区别 就经常我们现在的报告里面 会提供一个差异蛋白的一个表达热图 其实也可以简单的直观 通过这个SR表就可以看到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我的第四个区域这里面的条件格式有多种 第一个最常用的是最前最后规则 就是选择前多少项去进行颜色标注 或者是百分之多少 或者是它的高于某一个平均值 你自己都可以输入 还有一个就是我可以选择色阶 色阶的话它就是一个渐变色的一个展示 那这色阶一般的规则都是 它会根据你的输入的数据的区域的 最大值和最小值设置区间 那这个有时候跟我们自己想要展示的区域不符合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通过我的管理规则 去进行管理 或者如果说你不想通过色阶的方式 去直接在这里选择 我可以自己新建规则的 那接下来我通过视频的方式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里面我可以先去 我做两种展示 第一种就是我想去针对B列A这个样本 我想去展示它的高表达的前五个 低表达的前五个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视频 首先我是选择条件格式 选择前十项 那我点击之后 我可以改变我的数值 这个数值是根据你自己想要展示的 个数去进行修改 然后这里面还有它的颜色 它也设置了几个颜色 你可以去进行修改的 那我这里面选择默认的 不用去改变 那接下来我再去选择我最后的五个 也同样 因为红色我已经用了对吧 我可以改变其变大的颜色 那接下来我就找到了 我标注好了 那我现在可以通过筛选的方式 我去这里面有一个颜色筛选 我可以通过颜色筛选的时候后 看到我当时标注的一个基础信息 那第一种我删下完之后 那我展示第二种 就是我想去看一下 我的六个样本里面 它蛋白表达的一个变化趋势 那一般情况下 这个我们都要对数据做一个对数转化 这样是便于我们去查看 因为它的区间好设置 像复制到正值中间有联合好设置 那我接下来再看一下 那我现在选择条件格式 我就可以直接选择设计 设计有多种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自己选择 那因为我刚才讲解了 它的一个基础的规范规则 对吧 那我们现在想要自己 根据自己的规则走呢 那我就自己管理规则 在这里点击 点击进去之后 我应该错过了 这样 管理规则 那我进去去重新去修改一下 我这里面简单 我这里面其实是弄了一个红绿白色阶 那我这里面的类型 最小值中间值和最大值 这里面我可以把我的类型都改成数字 然后我的值根据我自己的这个区间设置 我如果说表达量特别高的时候 我可以选择负2到2了 那我表达量一般情况下 像我们的TAMD标记啊 它的表达量达到2就已经很高了 那我们可以设置负1到1 那这个视力其实是设置的负1到1 还有这个中间值 我可以说我按照数字 也可以按百分比 那一般情况下 我们最好设置按照数字的方式比较好一点 那这个规则我设置完了 它要强调一点 就是说因为我们设置的 其实有时候可能是有部分信息 是超出了我们设置的预值 那超出的这个预值 它就会按照我们当时设置的最好 最高的那个颜色去直接默认展示了 那这个条件筛选也讲完了 那前端的一个基础性操作 那我讲完 接下来呢 那我就可能要讲一下 它的一个常用的函数 第一个函数叫VeloCup VeloCup的话 那我应用的话 可能会像我TAMD做了多次上级数据 那我想把这些数据合在一起 那我们就可以把我的数据 像先前一样 我把前端固定的一些列 像它的蛋白名字 还有它的基因名 蛋白描述等 我可以复制到一起 然后去重 那就保留了我所有上级里面 鉴定的蛋白的一个并级 那接下来我想要去看一下 每一次上级里面蛋白 每一个样本的蛋白表达情况 我就可以通过VeloCup的方式 去手动添加 那VeloCup 我可以看到这里面 一更有四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 我想查找谁的信息 那这个谁的信息要在我想要匹配的两个数据里面 一定要是相同的信息 那第二个我去哪里查找 也就是我去哪里查找这个位置 在哪里 也就是表格的位置 那接下来我想去查找对应那个表里面的 我这个 谁的信息的哪一个值呢 那我可以接下来就提取这一值所在的列的序号 那接下来我就是说要模糊匹配还精确匹配 因为我们经常用的都是精确匹配 精确匹配的意思就是 我一定要是要他俩的ID都是一样的 那这里面举个例子 就是说我现在可能关注某一个蛋白 那我想去看一下 在我的蛋白列表里面有没有 那我可以说我先关注我这个蛋白 我在我自己的蛋白列表里面去查找 然后我去提取它的Ratial值信息 那接下来我的视频 这个我可以看一下 我自己设立了两个子表 左边的表是包含了多个信息的 右边的表就是我关注的五个蛋白 我现在 首先我先找到这五个蛋白 在左侧表格里面的一个定量值 那我就Vlookup 然后可以选择这一列信息 也可以选择这一个单元格都可以 那我现在去选择了单元格之后 我选择区培配的话 我首先我要匹配的第一列 一定要是我现在目标所在的那一列 那接下来我看一下 我返回的Ratial值它在第一列 它数一下它是在第五列 那我现在数据号五 然后精确匹配为零 然后我接下来下拉就可以找到 我关注的这几个蛋白的一个定量信息 这里可以看出来 我这里面虽然我关注五个 但是是找到了四个 那接下来我可以反向找到 我说我这里面总共有这么多 我这里面还有哪些在左侧的表中 也可以通过Vlookup的方式去找到 那这个方式其实说白了呢 这个也可以应用到维恩图的 就是简单先查数据之后 我们自己画维恩图 这个我就可以通过两个表 去先对好之后 看有哪些共有的 有哪些特有的 这都是可以看到的 那接下来我去看一个CountF CountF的话其实就是一个技术 就是对我自己设定的一个区域里面 非空白的单格 或者是我关注的某一个目标纸啊 文本啊去进行一个技术 那我首先举个例子 这里面有两个参数 一个是技术的一个区域 接下来就是它的条件 就是我这个条件可以是数字 可以表达式或者是文本 甚至都可以使一下通配服 就是我想里面有一个 atHow啊都可以的 但我这举个例子就是说 因为我的差异列表里面 就列下了我的上下条的东西 都在那里 我想去看一下我的上条蛋白有多少 我就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去弄 然后还有接下来 就是还有一个比它 根据它很相似的 一个叫Count的 还有一个叫CountA的都是一样的 它是计算我这个区域里面 非空白的单元格的个数 也就是说我这个单元格里面 没有数值 我就可以统讯出来 接下来我去给大家 去通过视频的方式 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视频我就想去通过 我去计算一下 刚才说的我的W列 上条蛋白有多少 下条蛋白有多少 我对它基于一个技术 首先CountA选定我的区域 W列之后选择我自己想要固定 固定的文本 我就可以选择这个单元格 然后括号回来之后 就可以点击回车 然后下拉就可以找到 我这关心的两个 那接下来的话 我是想去看一下 第一种决定就是说 想看一下我的A样本组里面 这一个蛋白 到底在多少个样本里面 有表达值 那我可以通过CountA的 Count或者CountA的 方式去进行一个计数 首先输入Count 然后输入我的区间 一定要记住 不要拉多了 拉多的话 可能就要包含了其他组的样本了 接住下拉之后 我就可以看到 那我 由于我自己这个数据呢 是所有样本里面都有表达量的 大家可能看不出来 它到底有啥区别 那我现在通过去删除部分样本表达的信息 可以看出我这些统计的一个数值的改变 那这个也就做简单介绍 接下来我去讲一个F一句 F一句就是常见的判断 F一个条件 条件之后如果它返回真实值 它真实值处的话 那我就会给出一个我想要表达的器械 然后如果False的话 我到底是接下来再继续判断呢 还是说我就直接返回另一个值 也就是说我自己是单条件的 还是多条件的 那接下来我通过视频的方式 去做一个简单介绍 这个就是我自己想要去重新去计算 它是否上下条件 就是我刚才通过筛选那两个条件 是它的Ratial和P值同时符合条件的 那我现在也可以通过F的语句 去直接获得 那我现在想要去判断一下 我的这个蛋白是否是上条的 那我就F一下 然后判断语句 要满足两个条件 也就是优劣和威劣 要符合我的大约2和小约6.05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里面其实用了一个and的语句 这个and的语句就是想要去 就是让我的两个条件 同时符合的一个函数 那我如果是处子的话 那我就认为它是up的 那up它其实是一个字符型的 那我就要用英文的双引号 给它扩起来 那如果false的话 我就返回空白就好了 那下来我就可以得到 我的up的蛋白有多少 跟左侧是一样的 那通理我的档 也是可以按照同样的方式 把这个公式复制过来之后 改变它的一个摄影条件 即可 那这两个条件 其实我还要分开展示两列 对吧 那我现在如果按照一列的方式 去给它展示 也就是说把两个判断语句 放在一起 首先我把是up的放在一起 那我现在把down的判断语句 放在我up的判断语句的 false的那个部分 就可以了 但是大家记得要复制语句的时候 要把等号 这个等号要删除 那这个f的判断语句 就基本讲到这里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就这块 就讲解一下我们的蛋白定量 或者修饰定量的一个计算方法 我这里面举的例子 其实是说要有样本重复的 也就是重复还一定要大于等于3 如果重复少 我们可能用另一种方式去计算 那这里面当样本量都大于3的时候 我用每一个样本组里面的 它表达量的均值之比 去作为它的一个运输值 然后p值计算呢 我们会先对样本的定量值 进行一个log2转换 这是为了让它尽量符合一个正态分布 然后因为不是所有的样本里面 它都可以定量 那它就会log2之后 就有一些非字符性 非数值性的起伏 那这个到时候我们会要自己 用替换的方式去把它替换掉 然后我进行log2转换之后呢 我要进行一个方扎七星检验 在XL里面它叫F检验 那如果说我的F值小于0.05 我认为两组数据它是有显著差异的 也就是说一方差 那我们用到的p值计算的一个统计方法 叫Ttest检验 那我的XL里面它的公式值就叫Ttest 它一共有四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样本组A 然后第二个参数是样本组B 然后接下来就是说 我选择单位还是双位 通常我们都选择双位的 然后接下来就是一个 我选择的它的方差其形的一个类型 那方差其形类型 XL表一共提供了三种类型 后面两种 第二 二和三就是通过我的F检验的 一个值去判断的 如果小于0.05 我就认为它是一方差的 我这里面是三 然后大于0.05的话 它是选择为二 那这里面还要强调一个 就是这里面有个叫 一的时候 它叫一个配对检验 配对检验就经常常见于 我的临床样本 它是挨与挨旁啊 或者是只要是严格配对的 那我可以用这个Ttest的检验 去进行一个P值计算 那它对一个前端样本一个顺序 有一个严格的要求 就是说我相同的样本组 一定在它的处理组和对照组里面的顺序 要保持一致 而不能说我自己的处理组里面 有一百个样本 我的对照组里面只有五十个样本 这是不能做Pater提检验的 那接下来我通过视频的方式 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它的计算方法 首先是计算Ratio Ratio的话 其实我可以看到 我的数据里面有多组重复 我就可以真正每一组重复 取取它的均值 然后相互比较 然后我们可以看 因为Excel它 你的一些函数算完之后 它都会根据我的单元格的属性 它保留 它会有能够输出多少个小数点 它都会给你输出 那我们常见给出的一个定量值 都是保留了三维小数的 那我们可以通过Ratio的这一个函数 去保留三维小数 也就是Round的 然后我自己值之后 然后到号 然后再输入三 就是我保留了三维小数的意思 那这个是一个Ratio的计算 那我接下来用一个视频 去讲解它的P值 怎样去计算 首先我要对我的定量值 进行Log2转换 那Log2转换这个数值 也就不用讲了 就是等于Log 然后下拉之后 我可以看到我这 因为这是个公式嘛 可以看到这里面 非数值型的 它就会有这种特殊标识 那我们现在想要把它做替换的话 那我一定要把它变成文本 那我通过复制粘贴 复制粘贴之后 我粘贴的一定要是数值型的 也就是说这里面数值型的就是文字 然后经过替换的方式去把这些非数值型的信息替换掉之后 我去先计算F检验 方差其应检验在这个X2里面 它的公式叫Ftest 它只有两个参数 就是说我的两个样本组的定量值 也就是两个数组 然后它会返回一个数值 然后接下来 我去判断它的一个方差起性 去判断它是一方差还是等方差的 那我可以通过F的语句判断一下 当这个数值小于0.05的时候 它是3 也就是说是一方差 那如果是放松的 我就是默认2了 那这个我判断的语句也做好了 那接下来我就要进行T检验 T检验也就是说我的Ttest 选择我的两个样本组 然后接下来输入我的双尾 然后接下来再选择我的一个方差起性 就可以得到我的Ttest的值 那我现在都是经过三个步骤之后 才能得到它的一个P值 那我怎样通过一个公式去获得一个P值呢 那我就可以把我刚才的三个条件 用一个条件嵌套的方式 从左到右的方式 依次给它补充到它判断语句里面 就可以获得它的一个P值 也就是说它最终的公式 就是讲这样Ttest 首先输入两个数组 然后接下来我去用判断方差起性的这个语句 二就不用说 然后用判断方差起性的这个语句去返回 它的一个方差起性的值 去得到我的一个P值 那接下来下来之后 我就得到了我的计算值 可以和我们先前的值进行一个比较 那P值讲了 那这简单的一个函数就讲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进行一个画图了 那画图的话呢 先从最简单的一个迷你图 迷你图的话 可以从插入这里面去看一下 这里面一共有三种迷你图 第一种折线呢 它就去看一下我这蛋白表达的一个波动情况 因为我们一般画迷你图的话 都会把它进行捞杆转换 那这个折线图其实类似于我们 先前不知道有没有讲过 叫表达模式聚类分析 这个就内容也是个折线展示 这个可以简单的查看一下 然后折线就简单介绍 然后柱形图呢 柱形图它讲解的意思就是 我看一下我的表达量偏于远点的距离 也就是偏于零的一个高低的距离 它用柱子的高低来表达 那如果柱子越高 代表它偏离远点越远 也就是说差异 它的表达量应该越明显 然后第三种的盈亏 它就说白了就是我大于零和小于零的区别 那接下来我通过简单的一个视频 给大家去介绍一下 首先我是选中我的这一个数据行之后 我去插入我自己的一个 之后这里面我还可以去设置我的高低点的一个颜色 就是说我偏离远点高低的一个颜色去通过直观的去看一下我这六个样本里面哪一个样本它的表达量最明显 可以看一下我的高点和低点用不同的颜色 这里面我高点用了红色然后低点用了橘色 可以下拉看到我这些淡白的一个表达情况 可以看一下我的橘色红色的一个分布就可以看出一个趋势 然后接下来我就可以去通过折线的方式去展示 我可以先选定我想放入折线的这个位置 然后再去选择数据也是可以的 这两种方式都是可以的 然后可以下拉就得到了我的折线 那这个折线其实我也按照像刚才的这种柱形图的形式 也可以去给它设置它的高点低点也就是说峰值嘛 那其实那个也没什么必要 因为我这块基本上通过它的一个趋势也就能看到了对吧 那这个迷你图就讲到这儿 接下来就是一个柄图 柄图我们现在主要应用的就是一个 差异蛋白或差异修理位点一个 亚细胞只有定位的一个柄图 那在我们平常科研中也可以用其他的 就是我统计我的差异位点个数啊 也可以用这个柄图 或者是我的安基酸它的个数也是可以的 那这个柄图其实很简单的 我就通过这个视频就简单简单解释一下 首先选择数据列之后插入柄图 插入柄图之后 因为Excel它的图都是比较基础的 那我可以通过我自己的自己去进行修改 也说可以修改它的颜色分布啊 因为颜色分布这里面更多颜色可以去供你选择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我可以通过去改变它 因为这块都是我的柄图的一个模式嘛 可以在这块点击一下之后 它有很多种二维的要三维 二维的也可以有那种很好看的图 那接下来我现在就想添加一个它的一个数据标签 它添加数据标签之后它只是简单的一个数值展示 那我现在想把这每一个数值代表的雅气包解决定位 到底是谁 我可以把它添加在里面 那我这里面可以选择这块的标签选项 这里面选择单元格的单元值中的一个值 然后我去选择这个数据区域 选定我的这个区域之后就可以展示 展示完之后我可以去自己手动给它拖出来 避免它的一个重叠情况 或者是它的颜色一个占比什么的 那还有一种就是我现在这里面的 其实用多少分割的 那我想用其他的分割符也可以在这块里去设置 那柄图那像后面什么字体的一些修改 那我就不在这里面讲了 对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柄图 后面颜色一些修改可以通过自己的想法去弄 那后面视频其实还讲了一个 就是说我想突出某一个柄图的话 我可以点击这个柄图 把它直接拖出来就可以 那柄图讲完了 我接下来需要讲条形图 调形图的应用呢 我在我们报告里面呢 我们会应用到我的功能分类 以及我的功能复集里面都有 那我这里面其实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个功能复集的一个调形图 那我现在喜欢画图的话 我首先去找到它的一个画图的工具区间 首先我选择我画图的一个数据之后 我选择插入找到我推荐的表格 推荐的表格里面选择调形图 它默认会给出一个促状调形图 那我接下来去通过我的一个视频 去给大家讲解一下我们 复集结果中怎样去画我这个调形图 首先我要去 首先我先返回看一下 我的调形图的横坐标 其实我的P值的辅导格式转换 那我纵坐标就是它的功能名称了 那首先因为我这个数据集里面 是没有提供它的复的劳格式的 那我就现在先自己计算一下 复的劳格式 那这复劳格式的话 我还要强调一点 就是这复劳格式要写的时候 因为它XR它会把负值当做一个公式 我们在输入之前要把这个单格改成 在这里面去修改它的一个展现形式 叫文本 然后就可以输入了 这里复的劳格式 然后去进行计算 然后得到了我的P值转换之后的一个数值 那现在我去选定我自己画图区间 那画图区间怎样选择 首先因为我看到我的画图区间 其实是分离开的 那我先选定前两列之后 我把Ctrl点击之后 然后再去选择最后一列 选择了数据之后 我现在插入推荐的表 然后我在这里面选择所有表格中的条形图 点击这块推荐的就可以了 然后我现在把我的图形拉大之后 去修改我这个 去美化一下我这个图 首先我先去设置一个我的横坐标 等一下 首先设置坐标的话 我可以去在这个坐标中选项这里面去弄 然后我现在是想添加它的一个刻度线 我会选择外部之后去添冲它的颜色 颜色有线条的颜色还整体一个添冲 然后还可以改变它的大小 那我 填冲完之后 然后我现在还可以选定我左侧的这个区域框 因为可以看出它分成三类嘛 那每一个它的外围的框 我也可以去设置一个颜色 就像刚才一样操作 那接下来我可以看到我的一个横坐标 其实属于放在下面的 那我现在想把它挪到上面呢 我怎样操作呢 我现在就要选择它的重坐标之后 我通过逆序排序的话 它就可以把我的横坐标挪到上面去 也就是这里面有一个逆序排列 现在可以看到它已经到上面去了 那我接下来就可以删除我的 接下来分隔线之后就不用管 然后接下来我去调整我的这个 调柱子的调的一个宽度 也可以通过这个去尖隔区间去设置 然后现在添加数据标签 数据标签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数据标签太长了 对吧 也就是说它的字符太过多 那我可以通过我的一个数字的一个设置 去改变它的一个展现形式 我现在可以选择数字 这里面选择数字之后 它这里面有个推荐的 我可以默认去展示两个小数点 这个基本的一个调形图就画了 接下来可以大家通过去改姿体呀 或者调这个调的颜色都是可以的 那我可能有时间的话 我可以在回后 因为我这里面有 我可以教大家怎样去改颜色 那我接下来去讲一个另一种的调形图 这种调形图就是把我的上下调蛋白的一个功能 同时放在一起去展示 那我也通过视频的方式去讲解一下 首先我因为我这没有数据 我通过现有的数据去改造一下 就是复制到保留两列 也就是说它的功能名称和它的Footlog时 我现在可以把它分成up到两列 其实刚才的那种图形是一个组合的图 所以组合图一般情况下都是分成多列去展示的 每一个区间 那我现在数据造好之后 我现在去插入我的调形图 这里面我现在把图放大之后 给大家调解一下图的一些细节 那我现在可以看到我这个一个红坐标 其实这是一个组合图 那它现在只用了一个红坐标去展示 那我现在可以去通过添加次坐标轴的方式 去把上面这个区域的坐标轴给展示出来 像刚才一样 那我这个坐标轴展示完之后 我现在通过去变更坐标轴的一个区间 去把这个数据尽量达到一个对称 那这里面我设置时间的时候 一定要把它的最小值和最大值一定要对称 这样才能保证我的数据就是颠倒的时候 好看一点 不会出错 我这里面设置的是-3到-3 主坐标轴 设置完之后 我的次坐标轴 不是先次的 现在是设置主的 设置完之后 我可以看到我的区间是 跟刚才有一个区别 就是我下端的东西还在右侧 我现在想把它编到左侧去 那我就可以通过颠倒坐标轴 也就是这里面要选择它的主坐标轴 之后选择逆序排 我就可以颠倒过去了 也就是说我想要去把某一 把横坐标或纵坐标 做180度旋转的时候 要反向去找到 横坐标也就是S轴的话 那我要用Y轴去逆序 那如果是Y轴的话 那我就要用S轴的值去逆序 那接下来我逆序完之后 然后我添加数据标签 添加数据标签 之后呢 那我可以看到我现在我的 这个功能名称属于中间的位置 那上面的根本看不清 对吧 那我现在想把它挪个位置 挪到左侧去 那我可以通过它的一个设置方式 也就是说它的一个标签的位置 这里面我们选择高这个位置 就可以把它挪到左侧 如果是低的话 它就应该上右侧了 然后这里面接下来一个处理方式 就是说我看一下我的主坐标轴 就是这个横坐标 它的区间其实是-3到3的 但是我们刚才那个图都是0到3的 对吧 那我们现在通过改变 我的这个数字设置 把它格式设置移成0 英文分号在一个0之后 然后添加 那我这个横坐标 它就已经 它的一个区间就发生了改变 那基本上这个图就大致能修改的地方也就差不多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说去除网格线啊 还有些字底的设置啊 然后还有一些去图表的标签删除啊 或者是我的这个每一个条的一个标签去设置 刚才也讲过 那我如果我说后 因为我刚才的立图其实只有主坐标轴的 那我后面上面这个次坐标轴到时候也可以直接点击之后就删除了 因为视频后面没有弄 所以我就不给大家展示了 那接下来我就简单介绍一下相性图 相性图在我们的报告中的应用 就是针对我的样本一个重物性的一个展示 那相性图首先它画图的数据应用是什么 叫ISD值 那这个值的计算就是说我这一组数据 它的标准差处于它的均值 然后我可以如果有多组的话就可以多组展示 那接下来的视频展示 首先我要去计算我每一个样本组的一个ISD值 也就是说它的标准差 处于它的均值 那下来之后得到了我A样本组 它每一个蛋白的一个ISD值 那这B的公式就牵套过来之后 我把这里面的区间选定到B里面就可以了 这个区间就可以像刚才一样 我这复制过来也可以 或者直接把它用鼠标点击之后 直接选择也是可以的 那我把样本A样本B的RSD计算了之后 我现在要删除它的里面的非数值型的数值 那我通过替换的方式去把它替换掉 也就是说减号型 替换完之后剩下的就是我要画图的数据 然后直接插入这里面选择推荐图标里面的相应图 然后点击生长 然后现在我把这个图放大 可以简单讲解一下小细节 就是我先把图标题删除之后 我可以看一下我的重座标现在比较大 也就是因为它又把它所有的离三点都画到这里面 导致我这个箱子比较窄 那我现在想把箱子变大之后 我可以改变重座标的一个分布 那我的第一个就是它最后最底下这个线 就基本上在0这里面也不太好看 不太展示 那我现在把座标轴设置成负的0.01到0.6 这样我的箱子就可以拉大 就可以更加明显地看出我自己的一个RSD 相应图的一个展现 那接下来我可以去调整我这个箱子的边缘填充字体 这视频是先添加了座标轴的一个刻度线 刻度线的话我们一般情况下都是选择外部 也就是对着外面的 然后它可以填充颜色 它的线条的粗细都可以修改 那接下来这块修改的是一个 这个箱子的外边框颜色的一个填充 这个颜色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 然后这里面填充的话可以改变它的透明度还有宽度都是可以的 然后这里面的填充是指我自己整个区间或者我整个箱子的一个颜色的填充 这里面选择了紫色 然后透明度改成百分之后就淡紫色了 那其实视频后面也是同样的另一个箱子的一个这种改变它的天充颜色还有边框的颜色 那我也就不播放了 有时间嘛 那大家可以 会后可以去看一下这个视频 那下行图讲完之后呢 我们去讲解一个柱形图 柱形图的话其实在很多文章中都用到了 在我们的这个报告里面其实是在差异的统计里面是用柱形图去展示的 可以看一下 左侧的柱形图就是我们报告中通常用到的蛋白质组的一个差异统计的表 那如果是修饰组可能因为修饰组有旧有蛋白层面的又有修饰层面的它就有一个比较多就有四个柱子在展示 那右侧这张图其实刚才类似于我够的负极那种调形图 这个我就不做过多讲解了 其实先前有参照那个去操作就可以 那我现在去简单介绍一下左侧这张图 首先选定区域之后我插入它的推荐图标里面 这里面就基本上就有 我就点击确定之后 我可以去放大之后去根据自己的想要去调整 可以就是说我的箱子的间隔呀 去除网隔线或者是这里面的整个天充 这都是可以的 那这个就讲解到这里 因为我觉得一个图片的一个美化的话 就先前也有讲过大家就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同用的 那我接下来就讲下一个 下一个就是定量分布图 定量分布图就是说我自己设置的这个比较组里面 我看一下我的所有蛋白的一个表达的一个区间变化 那我可以去看通过这个定量分布图去进行一个统一的展示 基本上大部分的它每一个比较组的蛋白表达的一个趋势 就是类似于这种的 就是偏向于正在分布的 然后可以看一下视频 首先我去 因为画这个数据可以看到它的区间是从负的到正的 那我就一定会先对数据进行一个捞杆转换 首先我去对数据进行捞杆转换 转换同时也是一定要像刚才一样把它复制粘贴之后 替换出非数值型的数据之后 然后插入它的一个住行图之后 我可以看放大之后 它这块就有很大的区间 这个区间由于它是根据我自己整体的一个数值的一个分布去设置的 那我现在看这个区间比较乱对吧 那我可以通过它的一个表格设置 这里面有一个 这里面有一个叫相数的话 我可以展示有多少个柱子 就是相数的意思 还可以通过设置我的溢出值 溢出值就是它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那它会在这个区间去给你重新统计 那我再看一下我这块的 其实我设置完之后 它这里面它每一个分区它的数值不太好看 那我就通过数字设置的方法把它保留两个小数 那这个简单的一个定量分布图就画完了 接下来就是一个修饰位点各种一个蛋白统计图 那这个还可以应用到我们坚定的 就像多态啊 它不是针都太断了吗 那太断长度分布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去计算 首先我先去把我自己看到 我这里面鉴定的蛋白有多少个 现在复制粘贴去虫之后 看有剩下的蛋白就是八百多个蛋白之后 我去统计每一个蛋白 它出现的次数就代表了这个蛋白 它对应的修饰位点的各数 复制粘贴之后 然后我同理把我自己这个 每一个蛋白对应修饰位点的各数 复制粘贴之后去虫 那就说明我这里面一共存在多少种情况 那之后我对它进行一个排序 就看一下每包含的修饰位点的各数之后 我再去统计我一列 不是统计我的F列 去看一下它出现的次数 那这里面就可以看到是 统计完之后复制粘贴保留成竖直形之后 我就可以去插入 插入我的推荐的表的一个柱形图 然后我可以说我的柱形图之后 去除标题 去除网格线 然后我再去添加它的红纵坐标的刻度线 还有我的柱子之间的间隔宽度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需要说明的 就是说我可以看到 我的右侧这个整个区间 其实是没有多少个细细的 对吧 那我可以把这些区间 里加合到一个区间 就是假如我现在设置上大于21的 那我统计一下大约21一共有多少个 就把它当作一个柱子去展示也是可以的 那这个简单的讲 接下来就是一个组合图 一个火山图 这是我们报告里面都是要用到的 那我现在看一下这个火山图 有哪些信息呢 首先我可以看到它画图的一个基础数据 是通过log2的Racial值 以及它的Foodlog是P值 也就是说它的纵坐标 其实是P值转换后的数值 那如果说我没有P值的话 那就做不了 也就是说我没有做重复 或者做了两次重复 我们会提供一个CV值 那这个都是画不了的 那还有就是它的画图数据 接下来我看 可以看到我一共有三个区间 其实这三个点就代表了三种情况 左侧是代表了下条蛋白 右侧代表上条蛋白 中间是没有变化的这些蛋白 然后同时这个图中还有三个虚线 这个虚线其实就是我去设置这个 差异蛋白的一个预值线 那这个其实这个火山图是通过一个组合图的方式 去画出来的 那每一步都是要去做简单 去操作 那还有这里面 我可以看到我这里面有几个蛋白去特殊标出来了 那这也是通过图形去画的 那首先我虽然这里面展示的是一个蛋白 但是通常的文章中应用到的 它其实是一个基因名 那大家在画图的时候把这个蛋白名 把换成它对应的基因名就可以了 那首先我先通过第一个的视频 讲解一下基础的就是上下条的这个 上下条的这三个区间先怎样去展示 还有同时我这标注的这个点 通过第一个视频去讲解 首先我先去计算我的画图数据 Log2的Ratual值 以及我的Foodlog10的P值 看到我刚才的处理Foodlog10 一定要把这个单元格设置成文本 我才能去输入 还有就是说明一下强调一下 就是我画这图的时候 一定要去 最好的话呢 就是我把我的数据去做些排序 还有一个我根据我先前筛选的条件什么 把它我的每一个蛋白 或每一个修饰位点去做一个备注 这样便于我去后面去整理数据的时候 能够统一复制粘贴 要不然我的数据都很乱 就像我们现在提供的 它不是说每一个 把它所有定量的数据放在一起的 它可能是有的蛋白是表达了 就直接我们是按照 蛋白的字母排序去排序的 那有一些没有表达起来在中间 那在画图之前 最好是做一个排序 这样我可以去做一个统一的复制粘贴 然后顺着完之后 我要把它的非数值型的要替换掉 接下来之后我就去画图 还没有到画图 要去把我的批值整理成 我刚才提到的三个区间 也就是当up和没有变化的 根据我自己前段的一个差异标注 去进行剪切 然后下拉之后看一下 我是否丢失掉了部分表达的信息 看一下这是没有的 所以就刚才强调那个 最好就是做完排序之后就不用检查了 然后删除中间的值 这就是我得到的一个数值 那接下来我不还标注了某些蛋白吗 那我先把我的蛋白选择之后放到最后一列 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把差异的去做展示 没有去放不差异的对吧 所以说你可以去把自己关注的蛋白 放到我的后面的一列 放完之后我去选定我自己画图的数据 就选择我的ratio和p值 之后我就插入图标里面有个三点图 右侧有一个 然后现在放大之后可以去简单设置一下 然后我这里面首先我是添加了一个数据标签 它是把每一个点都去添加了 然后我现在是把我自己没有变化的去去掉了 然后我现在是想要去展示我关注的蛋白吗 那我去选定这个区间之后 把它数据标签选定 之后在这里面去设置标签 因为我这个标签一般都是展示的歪轴的值 那我现在把每个中的值去掉之后 我选定单元格中的值 那我选定单元格中的值之后 它就会有一个数据区域跳出之后 我去选定我这个区域 它就会展示出来了 展示完之后因为它堆叠到一起 那我可以通过鼠标的拖页的方式 就拖到不同的区间 同样左侧也可以做相同的处理 因为我们这三个区间其实是一个独立的 我添加数据标签的时候 我可以点击这个图的外围 就可以针对所有的这个点去添加标签 那其实有时候如果我的数据量太大的话 那其实很麻烦 那如果我只关注的就是差异的 那我就可以点击差异的这个区间的任一个点之后 我去添加它的标签 它就会只针对我差异的去添加标签 然后再按照刚才的方式 去把我自己的标签更换一个数值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简单的一个初始的一个图 那接下来的我去通过视频的方式去讲解一下 我添加三个预值线 我可以因为我这个数据设置的时候 我当时是用FC为2的时候去设置的 那也就是说我的FC它LOG2之后 LOG2之后它是-1到1的 那我的P值都是固定的0.05嘛 那下一个视频讲解 首先我先去设计 因为我自己想画三条线 线其实有两个点 我就可以画一条线 我现在去先写这两个点的一个坐标 我现在去横 这个横向的这个预值线 它的横坐标就是-3到3 它的纵坐标就应该是-10的0.05 那横向的画完之后 我纵向左侧的这个 它的横坐标就应该是-1 纵坐标我可以看一下 我从0到14 右侧的话 它应该是从 它的横坐标就是-1 它的纵坐标就是-0到14 那这样我的数据选完之后 我现在选定一个添加数据集 然后我可以通过添加的方式 去添加我自己这三条线 首先可以自己命名称 把它的一个名称 然后选定横轴和纵轴的一个数值 就可以 然后接下来把其他两条线也添加到一起 确定之后 其实这里面可以看到 它其实是个点的形式 它只是点 那我现在想要把它变成线 我就要去把它通过这里组合图的方式插入 这里面有个下拉的一个间 然后你点这里面有个组合图 点击进去之后 我去设置组合图 组合图的话 下条上条未变化的其实就是三点图 我在这里选定三点图就可以了 然后这里面还要强调的一点 就是不能勾选次座标准 接下来A的话 那我就要选择 它其实也是个三点 但是它带有平滑曲线 比如说我要连成线 那我这ABC同时也按照相同的模式 去限定之后 把次座标准去掉 确定之后 它就形成了三条线 然后接下来这个视频就讲解了一下 我把这个 它的图里压房挪了一个位置 然后改变一个座标准的信息 那我就不做讲解 接下来我通过一个视频 去给大家讲解 我怎样把它这个线 去变成虚线 还有入过它的一个存在 因为我们其实想要展示的 主要就是我的上下条的信息 像我现在这一线 它的颜色特别明显 特别突兀 我要把它弱化它的存在感 所以我接下来通过一个视频的方式 把它变成一个虚线 首先因为我的 这个视频录制的时候 就是可能按照我自己当时操作的习惯 就先设置了座标轴的 红红座标轴的信息 然后接下来我去设置 我自己把这个网格线都删掉了 然后做标轴的一个刻度线的一个设置 设置完之后的一个颜色填充 也先在这里面操作了一下 那接下来我到视频到这里 就是设置一个网格线 也就是说我选定我这条线之后 我在这里面选择线条 线条的话我可以去设置这个颜色 我这里面选择灰色 然后它的透明度 还有它的宽度都是可以去选择的 特别要强调就是线的一个类型 我这里面选择的是一个虚线 同理其他两条线也可以通过相同的设置 去变成虚线 弱化它们的存在 那我现在由于我的未变化的颜色 未变化的这些点的颜色比较突兀嘛 我可以给它弱化变成灰色 灰色的话我可以边框天中 要想改变点的颜色 因为我们现在这一点的颜色展示 其实是同色系的 那我要把它的内部的填充和它边框天中 都要作为相样的修改 那基本上这个火山图的基本雏形 就刚才的那个基本雏形已经做好了 那基本上这个火山图的基本雏形 那我现在接下来把我这两条线的 这些点的信息 就是数值就删掉 然后添加横纵坐标的一个 坐标轴的信息 纵坐标是负的Log10的P值 纵坐标就是Log2的瑞手值 那这里面基本上它的一个设置就完成了 那我先前讲解了这么多的图对吧 其实Excel做图它就只能存在于我的Excel里面 即使外面保存的话它也是PNG的格式 我可以直接用到文章插入就可以 但是通常我们发文章还需要提供PDF的对吧 那我们现在可以通过我们先前同事讲解的AI 还有老师们有时习惯用的PS 只要能修实量图的这些修图工具 打开之后新建一个空白文档 然后我就可以把我刚才画的那自己的图片 复制粘贴到这个文档中 之后我如果 因为我们的修图软件和Excel它的一个图颜色 一个色阶其实有一些偏差 那我们可以调整 就根据我同事讲解的一些修图的一些小操作之后 改成我自己想要的图之后 可以存成PDF 那还有就是说我 虽然我讲解的这些图呢 画起来都不是很麻烦对吧 但是实际上我如果只画一个还好 那我接下来可能还会遇到一些其他的 也要画相同类似的图 那我就可以把它存成模板 也就是说我可以在我的ASR里面 把它存成一个模板 接下来遇到相同类似的数据 我就可以用到这个模板 直接展示 那后面说我可以在一些修修检检很快的 那也就是说我的第二种说法 就是把我的图片存为模板 然后遇到新数据我点击 把数据替换进去就好了 然后就选择新模板就可以了 那我基本上讲解的就 PPT部分就已经差不多了 那大家有啥要提问的吗 我这里面其实是有我一个刚才画完图的 那还可以去讲解一下就是我这个火山图画完了对吧 那有时候我的图里面我这里面关注的一些点 就是我可以弱化我没有变化的 突出我有变化的可以把点的大小去做一个设置 设置的时候这里面有个标记 这里面有个标记的选项 我这里可以去选择点的大小 这都是可以继续修改 有时候突出了我的差异的这些点 然后还有一个字体的设置 字体设置我可以选择全框之后 我在这里面去整理设置 或者是我右肌鼠标选择字体 这里面也有一个设置 设置自己的字体 然后它的颜色呀 还有添加一些其他的东西 这都是可以的 那这个实力图其实会后也是可以给到大家的 那大家有啥想问的吗